经过近一年的修复和清理工作 四川目前发现的唯一明代虫层壁画 于近日显露全貌 5月30日 在成都市清白江区 城乡古城明教寺绝黄殿壁画修复现场 修复师正为色彩丰富 勾勒精致的明代虫层壁画 打针擦药 为下一步揭取工作做准备 现在修复师正在做的这个修复颜料层起甲 它的工序其实看似颜料层非常小 但是它的工序也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我们要对表面进行一个除尘 除完成了以后 要用我们已经实验得出的交接材料 进行一个注肾 用我们的就看似像针管一样这种东西 注射交接材料 然后再把颜料层进行一个回贴 这个东西是非常慢的一个过程 然后像我们的相对比较熟练的修复师 它一天的工作量 可能就只有20平方厘米那么大小 所以说我们壁画修复 是一个相对比较细致 然后并且是慢工出细活的这么一个工作 所谓重层壁画 是指在一层壁画下 还覆盖着一层更早期的壁画作品 2021年 明教寺绝黄殿发现了 殿内佛像背屏处的清代墨线壁画 修复人员在接取清代壁画时 旗下的明代壁画逐渐显露 目前我们接取完了以后 就看到壁画画面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 然后造型也是非常的大 然后像我们中间的这个地方 目前能看到的是一个牵手牵眼的观音 手里拿着很多的法器 并且在每个手当中都有一个眼睛的这种造型 然后其次呢 在这个右侧呢 右侧呢 又能看到一些类似于穿着现代人服装 就是当时那个时候 现代人人间的这个服装的这个 像故事联合画的这么一个效果 修复团队对比后发现 两个朝代的壁画在内容 风格和绘制材料上完全不同 至于清代古人为何要将明代完好的壁画覆盖 目前仍无定论 目前看到的这幅壁画呢 就是咱们现在在现场看到明代壁画的 表层的这一层 也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清朝时期绘画的 我们也在考虑 就是这个清朝的人 为什么要在明朝的壁画上 去绘制这么一层新的壁画呢 就是它可能是民间自发的行为 也有可能是因为 因为这个壁画当时是龙 是一个龙文 能够看到两条龙在这个图上 也有可能是那个时期的人 对于龙文化的一种崇拜 然后进行那一种 这个就是官方行为 也有可能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太好确定 它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至少呢 现在能留下来 它也算是绝黄殿历史的一部分 目前明代重层壁画 还处于清理阶段 计划先揭取 然后在整体建筑修缮完成后回贴 希望呢 就是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壁画呢 就是在这个店里 不但是有我们发现的底层的明代壁画 同时呢 我们还要把清代壁画 要恢复在这个店内的其他的区域 至少从这个历史价值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 因为它毕竟是两朝的这个壁画 通过壁画呢 也能反推出当时的这个历史 科技 文化 艺术 大概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所以它还是对于艺术和对于科学来说 是有一定贡献价值的